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的8月11号星期四 这个就是我们自录视频以来的第三把交椅了 第一把椅子的时候 后来我们搬家的时候就没有搬 我们从冰头往纽约搬的时候 当那把椅子就没药 就留在冰头了 留给我们的super了 super特别喜欢 他拿着我做去了 然后这把椅子是我们刚到纽约的时候买的 还记不记得 我当时还特意给他录了一期视频 我说我终于换新椅子了 怎么回事 当时在冰头的时候 当时我坐的那把椅子 那把椅子其实最早当初我是在纽约买的 后来搬家搬去了冰头 我刚开始在纽约在曼哈顿上学 后来又去了冰头 去了冰头上两年 当时搬过去 然后发现一个问题 这种椅子为什么出问题 每次都是搬家的时候挤的 搬家的时候 拿东西 他一旦拉了重物之后就有问题 所以那个椅子 其实我在纽约做的时候挺好的 到了冰头之后 他就开始就掉皮 那个时候我录视频 我坐在这录视频 然后特别明显的 有时候我这么一侧的时候 就看这椅子 他就掉皮了 然后和他小伙伴这后面说 说死忠哥该换椅子 你那椅子都掉皮了 后来都从 其实那椅子没有什么问题 椅子其实也是新的椅子 也是就刚买了一年多 知道吗 然后后来去了纽约的 我就把那把椅子 就给留在冰头了 就没带 去了纽约之后 买了这把椅子 当时还录了视频 我小伙伴说 开明显 你死忠惯 鸟枪换炮了 换椅子了 换了这把椅子 对不对 当时就换了这把椅子 然后本来做的 那时候是几几年 19年 18年年底的时候 18年年底 他现在也有4年了 时间过真快 3年多了 当时就买了这把椅子 当时还录了一个视频 给大家看看 这是第二把椅椅 然后结果这次又搬家 搬家他们又是把椅子搁在下边 然后上面拉重的东西 你知道吗 又给压了 压了之后 你看这地方又不行了 还现在还没有开始掉皮 但是已经 有迹象 对 已经有这个迹象 开始裂了 正好 知道吗 看没有 就裂了 裂了 我一看这次 咱麻粒了 早早的 别等小伙伴发现了 已经掉皮了 好 刚刚又断了 接着说 我就说这次 咱自己赶快自动自发自觉的换椅子 别等小伙伴发现了 又掉皮了 跟我说 我开始换 所以这次就买了 这今天刚刚到 这刚刚装上 好不好 崭新的 当当当当 买的是一模一样的 刚开始本来不想买一样的 想换一把的 然后先从overstock那里买了一把 比这个贵 然后比这个高一点 看着可能更气派一点 但拿来了之后 他就下面这块这地方给裂掉了 那把椅子 然后有一个裂了 我再看另外一个这块 有一个就这已经掉下去了 掉了一块 有一个这块也裂了 我一看那个质量太糟糕了 这个是从staple买的 这是staple他们家自己做的 还是这个质量好 所以我一看没办法 这才便宜的 这才150 那个300做 我本来想买一把好一点的 让你们看看 我也弃牌弃牌 是不是 结果拿来之后 看质量不好 质量不好 把overstock给就退了 退了之后 我一看算了 还是从staple买 其实我不知道为什么 在美国这会买的椅子 特别费劲 我想买一把大一点的 那种老板椅 总统椅 你知道吗 但是在美国 凡是那种的 就总统椅 老板椅子 总统椅子 他都有个问题 什么呢 他下面都是那种转的 你知道吗 下面是带骨度的那种 那种就可以做到特别大 然后特别气派 看着跟川普似的 但他们下面都是转的 他不稳当 我就不喜欢那种不稳当 来回转的那种 活动的那种感觉 我想要一个稳当的 稳稳当当的在这儿 就是说四脚八叉 四脚着地 因为我坐在上面 我老是各种的这种晃荡 你知道吗 我做那种能转的那种椅子 经常就 就翻过去了 坐这种椅子 它不会翻 你知道吗 所以就是说 当你要买这种 就是说四个腿 能着地特别稳的 这种的话 它就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你的选择就特别少 所以没办法 最后只能买了一个一门一样的 然后他们也是 他们说这是什么一个新的 一个new version 一个新的 新的之后 跟这个好像还不太一样 它这种感觉好像更 就是mat 好像对 好像就是它这种暗的那种感觉 猫前的感觉还挺舒服 也不错 反正就是东西 其实你能看出来是一门一样的 他们就是稍微做一点 好像每隔几年 他不做点小升级小改变的 好像觉得自己亏了一样 反正他们做了 做完之后就这样 做下大体上的感受 是一样的 只不过他现在这个店 这儿现在感觉的特别有 就是这个都被我做趴了 你知道吗 这个做起来感觉还有点高 你知道吗 对还稍微高一点 是还行 然后把这个就下放给我老婆了 以前我老婆一起跟我录的时候经常都说 说你看四孙哥你坐个大批椅 给你老婆做个小硬椅子 这什么就不像话 给嫂子也买一个 以前主要是家里地方太小了 弄两把大椅子不合适 然后平常因为就我坐这 我老婆在书房里边 所以后来就没有买 这次终于给我老婆下放了一个 快要掉皮 还没有掉皮的 一把椅子给我老婆搁对面了 因为我们这班家 把以前那种老椅子都给淘掉掉 都扔掉了 后来前两天我老婆都坐着这个路 这个稍微比这高一点 所以凳子上不太合适 是不是 所以一看到我买了一个新的 把这个给我老婆坐在对面 我也享受一下 也享受享受 好不好 但是不知道怎么着 反正就跟你们说 有换 有换椅子 没掉皮 还没掉呢 都是新的 新的 还没掉皮了 好不好 然后我们看一看 以后每一次 我要想 真的作为咱皮特一个传统 要保持下去 每一次 只要我在换椅子 我都录一个视频 然后看看小伙伴 看看真正的老观众 就是说 每一次我换椅子 都看到了 都知道 都是什么时候换的椅子 然后 就是说 也缅怀一下过去 想想当年换椅子的时候 是不是 想起来很多的回忆 最后 看看我们这个频道 最后换了多少把椅子 以此东哥 彻底就不干了 就改行 干别的去了 好不好 好像特别简单 反正这三次 这两次是搬家 一搬家 还真是的 对 两次都是搬家 一搬家 正好就跟着换椅子了 是吧 就这么一个 那下次再搬家的时候 再换椅子 好不好 那这期到这里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